好了 小伙伴们 我把今天最后这个你们的官员你们下胸腰的这个点跟你说一下啊 你看看 因为平时大家就是在下胸腰的时候呢 你都是靠你的腰椎 这样过度收缩 微波往上在这个位置上去进行 那其实这个不叫下胸腰 你只是把你的那个腰椎收了一下 我们在今天训练当中 我们去强调了我们的腰大肌的这个弹气训练之后呢 我们的腰大肌很像呼吸的时候 它是不是能够让你两个坐骨往里收 然后呢 和你的大腿内收配合的时候 你的持骨这个地方是一个昏定座 然后呢 当你两个坐不收的时候 它就能够承托过你几个脊柱下你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前面的锁骨 还有肋骨 无限的往两旁展开 然后后面的肩胛部下脚往里收 上脚往外拉 我刚才看你们做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你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有两种啊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腰大肌的这个弹气还比较好 没有说是很明显的去 这里还OK 好 那下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下不来的原因 一个是你长期过度就是靠这个地方发力 所以很容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最开始你这个横向的往外载扭 但是你越往下的时候 你的这个锁骨的位置就是往前去发力了 然后你的胸扩就是往前发力 但是这个地方一往前发力 你后面的两个肩胛部下脚 就会这样往外 然后上脚就会往里靠这下 本来都是OK的 好 然后越往下走的时候 你所谓写增加部下脚 往外去 然后你就这样了 OK 我们要做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们欠缺这个地方很像练习 我们要越做的时候 越要往外夹 往外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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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注意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到你腰带 腰底的弹性 也是这样往外夹 往外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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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外夹的 明白吗 再看我做一次 我不说话可能会好一点 那 这一个 因为我们脊足的力量 它是往下走的 如果你的力量下面没有支撑 没有一个这样很像的力量 那就会挤在某一截 或者某几截的脊足上 这样会让你产生一些疼痛的感受 首先启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